大家好 今天呢 雖然是很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新買的Frozen 2 ColorPod彩妝全集 還有這個我超喜歡的 Bell彩妝全集 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先回歸一下我的老本行 來跟大家聊一下 氣炸鍋 那為什麼說這是我的老本行呢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化工博士嘛 而且我又很愛做飯 那氣炸鍋這個東西呢 其實跟能量如何傳導的方式 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那每次到感恩節附近 就很多人問我要不要買氣炸鍋 所以我今天決定要來做個懶人包 到底什麼是氣炸鍋呢 那在了解一下氣炸鍋之前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油炸的原理 那到底為什麼油炸好吃 油炸好吃其實並不只是單單的 因為它有油脂的香味而已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當食物到油裡面的時候 因為油通常可以在一個比較高溫的環境 那它本身的傳導效果又非常非常好 所以它可以迅速把食物表面的水分揮發掉 那食物表面的水分揮發掉之後呢 它就會形成一個類似堅硬的膜的概念 那這個堅硬的膜就會阻止 食物本身裡面的水分再被跑出來 食物本身的水分跑不出來 它就可以形成鬆軟的薯條或者是多汁的肉類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美味的關鍵步驟 那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是外面這個硬硬的膜 它其實很容易產生梅納反應 或是我們所說的Caramization 焦糖化 梅納反應或焦糖化這種東西聽起來是非常的fancy啦 可是它說實在話就是你煎肉的時候 那個肉會變得有點中中的那個東西 就是焦糖化或梅納反應了 簡而言之呢 它是食物得到了很多多餘的能量之後 它有辦法轉變成各種不同的化合物 進而產生香味 但是其中一部分呢 這個香味也就帶有致癌物 所以這就變成你個人呢 是想要美味 但是不健康 還是健康卻索然無味 這是一個個人的選擇這樣子 同樣的手法其實可以常見在其他的烹飪方式 比方說我們常說燉牛肉之前 你要先把牛肉表面煎香啊 或是煎牛排之前你要先把表面擦乾 都是一樣的原因 所以在非常理想的狀況下 當油炸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表面酥脆 並且有焦糖化 很香很香的食物 但裡面卻封存著所有食物本身的水分跟養分 這樣的東西呢 當然是會很好吃 而且其實近年來呢 越來越覺得油脂其實是一個健康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認為油炸食品其實是健康的 只是你必須要選擇好的油脂 同時避免油炸的過程中產生致癌物 那如何避免產生致癌物呢 其實你就是注意控制油的溫度就可以達到了 那麼為什麼氣炸鍋會被稱作氣炸鍋呢 簡而言之呢 因為它有一個強迫對流的空氣 就是有一個熱風在吹食物 使它的熱傳導係數跟油炸幾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跟油炸的熱傳滴效果差不多好 所以一樣可以產生那個美味的硬膜 那其實知道到這邊就可以了 不過如果你有興趣在詳細的聽時機上到底怎麼樣的話 請繼續往下看謝謝 這個就要講到我們烹飪食物的時候 有兩個很常見的熱傳遞方式 一個是傳導conduction 另外一個是對流convection 那麼什麼是conduction跟convection呢 conduction簡而言之呢 我們以水煮丸子來舉例好了 如果水完全是不動的 那水跟丸子之間純粹靠接觸而產生的熱能傳遞 就叫conduction 但是因為多半水是有辦法流動的 所以流動的水會產生對流 那它傳遞給丸子的熱能傳遞效率會稍微再好一點 這個就叫convection 但同時convection呢 又有分成free convection跟force convection 兩種不同的概念 free convection就是液體本身掉熱的時候自己的對流 比方說水滾了它自己對的 就叫free convection 但是如果今天你有一個pump 去加壓這個水 那麼它就叫做force convection 那force convection in general呢 因為你還得到一個外界的利益的幫助 所以產生的熱交換效果通常是更好的 那麼這邊這個就是conduction跟convection的公式 Q呢是我們能夠傳遞熱量的效能 delta T 是食物以及外界溫度的溫度差 然後A是食物本身的面積 D可能是食物本身的長度之類的 這個比較不重要 比較重要的是H跟K這兩個係數 H是convection的係數 K是conduction的係數 那麼以下的數字呢 主要來自wikipedia跟這篇paper 感謝這篇paper 空氣在有bump的幫助下 它可以達到force convection 所以它的熱傳遞係數是跟油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如果強迫對流的空氣 其實是可以達到跟油炸差不多的效果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氣炸鍋叫做氣炸鍋 但是實際上呢氣炸鍋 它就畢竟不是把食物放到油裡面去 所以如果你要說用氣炸鍋做出真的一模一樣 像是油炸的口感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 很多人會說它比較接近旋風烤箱的概念 但是我必須要說身為一個購買昂貴旋風烤箱的使用者 我覺得旋風烤箱跟氣炸鍋還是有差的 主要應該是氣炸鍋本身對流的氣體更強的原因 那麼氣炸鍋適合做什麼食物呢 簡而言之絕大部分的肉類都是非常完美的 不管你是要做魚類牛肉豬肉 反正你把它放進去 它就可以達到一個表面香脆 但是裡面juicy的效果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說 這比較接近烤雞或是烤豬肉的口感 如果你想要有油炸物的口感的話 表面一定要放足夠的油 而且要上面衣 會更容易接近你想要的油炸口感 可是我會覺得 如果你把它當成旋風烤箱使用 其實是更棒的 比方說如果你把蝦子放進去 你可以把蝦子整個烤得香香脆脆的 連殼都可以吃得非常乾淨 非常好吃 只要撒一點鹹酥雞胡椒粉就可以了 超級無敵簡單 那如果你吃素的話呢 它其實也有非常多好的料理選擇 比方說蛋豆腐 你很難煎的每一面都很漂亮對不對 放到氣炸鍋裡面就可以完全得到這個金黃的蛋豆腐 一點問題都沒有 或者是說你可以氣炸杏鮑菇 把麵粉跟一點鹹酥雞胡椒粉混在一起 裹在杏鮑菇外面 然後要記得噴油 如果不噴油真的就不像了 如果你要像油炸食品 油真的還是要多一點 那還有一個我最近很喜歡做的是 Cutter flower的炒飯 Cutter flower rice呢 簡單講就是切碎的白花椰 那切碎的白花椰 你如果在氣炸鍋裡面炸久 我就會變成整個表面中中的爽爽脆脆 我不能說完完全全的像是炒飯 但其實還是很好吃的 它可以給你類似炒飯的那種爽口感滿足感 但是你不用吃澱粉 算是非常健康的一道菜 那麼再來說到氣炸鍋的選擇 嗯...菲利普應該是第一個做出氣炸鍋的牌子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我之前在台灣家用的是菲利普 但是我必須要說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出展的地方 我個人用的是這一台 人稱胖地 Dallon High的氣炸鍋 它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最明顯的好處呢 是它這個鍋子的底部啊 其實是沒有任何洞或是網子的 那因為底部沒有洞的關係呢 如果你要把它拿來當烤箱 其實是可以的 看你是要拿來烤蛋糕烤甜點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很棒的功能 是它有小Pedal可以轉 小Pedal其實是長大概像這樣子 你把它放進去之後 它在使用的過程中就會慢慢的旋轉 因為氣炸鍋常常需要你自己去翻攪 其實蠻麻煩的 像我剛剛比方說 我做那個白花椰炒飯 有這個小Pedal就真的非常方便 它的這個蓋子啊 也是可以拿下來的 以劉學生來講 真的是非常方便 你就直接兩個東西拆下來 放進洗碗機 這樣就好了 Worry free 唯一的缺點呢 也是所有氣炸鍋都有的缺點 因為它做這個氣炸鍋的時候 它的風必須要很強力的吹在食物上面 所以它這個加熱的電紋箱的部分啊 常常都會髒髒的 然後這個其實是很難清洗乾淨的 這個比較沒有辦法 那麼就到我們今天說結論的部分了 簡而言之呢 氣炸鍋其實是一個有強迫熱對流的烤箱 因為它有強迫熱對流的關係 它的熱傳導係數是可以非常接近油炸的 也就是說它像油炸一樣 可以非常高效率的 在食物的表面產生一個 可以焦糖化的硬膜 保存食物的水分 但是呢 它其實並不是真的100%能夠得到油炸的口感 所以請以比較接近烤箱的態度對待它 那麼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不錯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一個支持 謝謝 掰掰